女人的腹部被手术刀划开一道口子 可没想到伤口竟瞬间愈合 医生惊呆了 她必须尽快取出女人体内的肿瘤 否则她将有生命危险 医生只好再次开刀 吃瓜群众为了防止伤口愈合 合力将伤口撑开 她趁机取出女人肚子里的肿瘤 伤口重新愈合结巴 女人缓缓地睁开眼睛 奇迹般的康复痊愈了 可在这片沙滩上 诡异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死亡只有三个小时的女尸 竟然变成了已经变成了一堆矮白骨 但一般尸体腐烂要花大约七年的时间 骨头则要花三十多年的时间 才能完全分解 众人围在原地 对于沙滩上发生一切诡异的事 感到急一惑又恐惧 殊不知这群人早已成为 别人手底下的小白鼠 在远处的山栏上 正有人用望远镜监视着 他们的一举一动 一天前男人盖和妻子普利斯 带着一二一女 受邀免费来度假村游玩 酒店经理很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 晚上夫妻俩为离婚的事情吵架 原来他们此次旅游 是打算将要离婚的是告知孩子们的 却不知道如何对孩子们开口 同行的游客中还有位职业医生 他带着祖孙三代四个人 正在享用最后的早餐 医生的名模妻子有低盖血症 所以吃啥都得要高盖的 怪不得看起来这么骨感 另一边 一位黑人女性癫痫发作倒在地上 医生见状前来查看 她的亚裔丈夫是个护工 过了没一会儿 黑人女性就稳定下来了 酒店经理向盖一家人 推荐附近的一个小众景点 说那里风景绝美怪事灵循 一家人听完也欣然向往 就这样他们一家人 还有刚才的医生一家 乘坐着酒店专车前往了这一神秘沙滩 开车的司机小哥刚好就是本片的导演 他将正式拉开这场好戏的序幕 把主角团们带到坑里 到了地方后 司机奇怪地递给了他们一大堆食物 急忙驾车离开了 众人没有多疑 穿过峡谷之间的缝隙 顿时豁然开朗 这里的确如经理所说 风景优美 旷石资源丰富 海浪伴着阵阵海风向他们吹来 盖的妻子看得很是心旷神移 另一边医生的名媛 妻子职业并发作 穿着泳装拿起手机开始摆拍 想着一会儿发朋友圈 并来提下自己的好姐妹们 医生看着很是无语 此时一旁的姐姐看到了 早前就来沙滩的黑人小哥 惊呼那人是一个知名说唱歌手 他想上去打招呼 但却被父亲制止不要去烦人家 孩子们在沙滩边上 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破旧的娃娃 还有饭店里生锈的餐具 可能是很久以前的游客落下的 但最好不要去碰她 以免被割伤感染 男孩一出的角落中想要捞鱼 但此刻一具尸体正向她飘了过来 吓得男孩连忙叫妈 众人听见呼喊后 立即过去查看 竟发现是一具早已密闭的女尸 此时众人都将眼光放在黑人小哥 认为她有很大的嫌疑 因为在他们来之前 沙滩上只有黑人小哥待在这里 而且他还一直在流鼻血 医生有理由怀疑他之前和死者有过肢体冲突 但是黑人小哥失口否认 他们想打电话求救 但发现这里没有一点信号 此时之前的男护士和他的黑人妻子也来到了沙滩 被众人告知了现在的处境 就在此时 医生的妻子赶忙跑过来说 他的母亲感到身体十分不适 可过去一看 竟发现老母亲非常突然的离世了 医生悲痛欲绝 认为母亲是看到尸体惊吓过度死亡的 但离奇的事情接踵而至 普利斯只是片刻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 但他们已经从孩童变成了少年模样 该夫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以为孩子们得了什么怪病 急忙想带孩子去医院 但众人尝试穿过峡谷时 感到一阵头痛欲裂 失去了意识 等再次醒来 人已经莫名其妙地返回沙滩了 所有人这下彻底慌了 沙滩形同一间密室将众人困在这里 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出去的对策 此时一旁沉默不语的医生掏出一把小刀 对着黑人小哥的脸就划了过去 瞬间就开了一道口子 其他人急忙上去阻止 医生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还以为黑人小哥会伤害自己 让众人惊讶的是 他脸上的伤口短短几秒内就愈合了 没有一丝血迹 只留下了一道醒目的疤 黑人小哥非常慌张 告诉众人自己和那个金发妹一起来度假禅休 他俩都得了病 那个金发妹有见动症 而他也有很严重的血栓 此时大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 原来他们都患有一定的疾病 比如医生因为工作压力大 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而普利斯就有一个很小的良性肿瘤 黑人女子则有着多年的癫痫病 众人正说着 普利斯突然晕倒 原来这颗肿瘤在沙滩上 已经大到触手可及的地步 在医生的手术下 众人把肿瘤拿了出来 普利斯也顺利苏醒过来 堪称医学奇迹 看着化为白骨的女尸 大家终于反应过来 这个沙滩上的时间正在飞速运转 半个小时就相当于外面过了一年 而他们也已经开始长起来皱纹 他们的细胞在快速老化 一天就会老50岁 这简直就是过去了一辈子 而他们之所以无法穿过峡谷 是因为身体的老化 适应不了外面的正常时间 所以才会造成晕厥 正当众人分析沙滩原理时 帐篷里的两个小孩探索人生完毕 挺着个五个月大的肚子 站在了家长面前 但却只过去了20分钟 女孩的肚子越来越大 在一阵尖叫中 女孩的婴儿就已经降生 但却因为这里时间过得太快 婴儿无法适应环境 转眼之间就没了呼吸 再也忍受不了的医生妻子 要求丈夫带着自己和孩子离开 但此刻医生的精神病也急速发作 开始意识不清与无伦次 不停和一旁的亚裔护工争吵 还具有强烈的攻击性 就在大家稍微稳定好医生情绪时 黑人女子的医生尖叫再一次打破了平静 彻底失去理智的医生 疯狂地攻击黑人小哥 很快他就没有了呼吸 盖随即小心翼翼地靠近医生 拿走他的小刀放进了包里 整个海滩已经有了三具尸体 众人不想再坐以待毙 护工觉得自己技术很好 就打算游到对岸去寻求救援 盖夫妇整理思绪后发现 大家都是因为购药的发票上中奖 才来到度假村 大家都是因为有不同的疾病才被选上 而且全程专车接送 护照也在度假村手上 现在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去哪了 似乎这一切都是度假村 精心谋划的阴谋 下海的女儿随即发现了溺死的护工 看来想游出去也是行不通 一样都会昏迷 估计之前的金发妹也就是这样淹死的 医生女儿也忍受不了这一处境 开始徒手攀岩 想爬上峡谷逃出去 眼看她越爬越勇 似乎没有发生什么症状 以为希望就在眼前 可就在她快要接近终点时 却停住了身子 海滩的力量再次控制住了她 她随即毫无意识地从高处坠落 摔死在众人面前 护工的妻子很快就癫痫发作 口吐白沫 不停地颤抖身体 最终不治身亡 此刻整个沙滩上 只剩下盖一家人和医生夫妇 而且盖发现自己的视力 已经变得十分模糊 几乎看不见了 普利斯也感觉自己的左耳 听不见任何声音 医生妻子的容颜也不再光彩 变得神经叨叨 老年化的症状 正在他们身上剧烈地显现 到了晚上 医生趁着夜色偷偷拿走了小刀 一上来就不由分说地攻击盖 盖急忙用手臂去阻挡 索性伤口很快就愈合 普利斯见状连忙让两个孩子躲起来 自己则拿起一把生锈的餐刀 划了医生一刀 医生也因为感染的伤口 再加上细胞的急速变化 整个人很快就如丧尸一般 死在了他们面前 而躲在黑暗角落的姐弟 却发现周围还有别人 点燃火柴后发现 那人竟然是医生的妻子 已经变得苍老不堪 而且因为患有低盖血症的原因 整个人的背都驼了起来 像一个姿态于吕的老夫人一样 在她拿起石头想攻击姐弟时 却撑不起石头的重量 砸断了自己的手臂 最终整个人如同宁麻花一样 死在了洞穴之中 结束这一切的盖一家人 疲惫不堪地坐在沙滩上 享受着死前片刻的宁静 女儿抚在母亲耳边为她唱歌 父亲最终敌不过时间的流逝 老死在了妻子的肩上 此刻大海中鲸鱼的叫声宛如悲鸣 漆黑的潮水随着哀伤向妻子袭来 最后她也没能撑住 紧跟着就随丈夫一同去世了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可姐弟二已经圆到中年 对于他们来说 整个生命只剩下最后的十个小时 临死之前 姐弟俩玩着孩童时 最喜欢的堆沙子游戏 就在此时 远处非常突兀的珊瑚礁 吸引了他俩注意 也许他可以阻绝沙滩的力量 能有机会逃出升天 随即两人开始朝珊瑚礁游了过去 试图从通道前路 可姐姐的衣服不小心被珊瑚卡住了 不管怎么挣脱都弄不下来 而山顶上的司机 一直观察着姐弟俩的举动 看着他俩下水已经过了好久 却没有浮出水面 于是打电话向上面报告 这一批的试验人员已经全部死亡 带着记录数据返回了基地 原来这个地方表面上是一个度假村 其实背地里是大药企 在这里设立的一个秘密实验室 由度假村的经理监管这里 他欺骗中奖的游客来到这个沙滩 实则是为了测试他们的行药 在沙滩飞速时间的运作下 他们的药可以在病人身上得到数十年测试的结果 大大缩短了可观测结果的时间 那位有癫痫的黑人女子 被检测出连续八个多小时没有发作 也就相当于正常世界中的16年半 经理甚至在宣称是旅行大自然交给他们的使命 不过姐弟俩并没有淹死 而是成功地从珊瑚礁里逃了出来 现在他们在大厅中正向世人控诉这一切 警察也正根据姐弟俩提供的失踪人员名单 将经理还有制药企业的所有人逮捕了起来 直升机上的姐弟俩回忆起昨天他们还只是孩子 可现在就已经迟暮 与父母在一起的画面不断重现 那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 也是不会再拥有的唯一时刻